承治走私条例 修正日期 民国101年6月13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条 为承治私运政府管制物品或应税物品之进口或出口 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私运管制物品进口 出口者 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病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一项之管制物品 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规定公告其管制品项及管制方式 一 为防止犯罪必要 禁止义工或长工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进口 出口 二 为维护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 禁止未造 变造之各种货币及有价证券进口 出口 三 为维护国民健康必要 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来自特定地区之物品进口 四 为维护国内农业产业发展必要 禁止限制来自特定地区或一定数额以上之动植物及其产制品进口 五 为遵守条 约协定 旅行国际义务必要 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进口 出口 第三条 运送销售或藏匿前条第一项之走私物品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病科新台币150万元以下罚金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四条 犯走私罪而持谢拒捕或持谢拒受检查 伤害人致死者处死刑 无其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病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 致重伤者处无其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病科新台币800万元以下罚金 第五条 犯走私罪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无其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病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之罚金 一 公然为首 聚众持谢拒捕或持谢拒受检查者 二 公然为首 聚众威胁激政官员或其他依法令 负责检查人员 第六条 犯走私罪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病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 一 持谢拒捕或持谢拒受检查 伤害人为致重伤者 二 公然聚众 持谢拒捕或持谢拒受检查时 在场注视者 三 公然聚众威胁激政官员或其他依法令 负责检查人员时 在场注视者 第七条 服务于铁路 公路 航空 水运或其他公公众运输